各位菩萨大家阿彌陀佛 先翻开我们的课本是在第二页 我们最早的前堂课最早是讲这个谁的 我们进入到这个 结证法是用六门来解释个 就是从涅槃这个治愈 来了解这个大波涅槃的整个重点 他用这个六象六大象来解说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 这本军道在总讲什么大义 当然是一定不外是大波涅槃 那因为大波涅槃这个名称 它就是因为佛教我们佛地址最向往的地方 就是大涅槃 这个大涅槃是自在解脱 而且它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大自在的一个境界 而且又是大智慧的一个境界 那我们这个境界是我们佛陀 这个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来证 已经证到这个境界 他因为证到这个境界 所以他来向我们来述说 这个大波涅槃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慈悲的缘故 这样是让我们总能够解脱 三界的一个烦恼 或是三界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无死无命 那我们这个讲到大波涅槃到底在 它主要的重点在讲什么 大一门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大波涅槃 最起来我们还是要讲到这个 因为整个重点不外是这个波涅的 这个所谓的正道平等 就是讲这个实相道 实相中道是众生平等 而且本质清净 这个是我们这个 不管是波涅槃的重点 我们维世的佛学的重点也有讲到 好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我们这个大波涅槃 那个涅槃本身来讲 佛为什么说涅槃 这是我们众生 执着这个生世 就是一直留让在这个生世的三界里面 所以为了让我们离开这个生世三界 所以来说这个涅槃 解脱涅槃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就是为了引我们这些的友情众生 离开这个生世 所以才会来说涅槃 这是我们这个最起来为什么要说涅槃 这个生世到底什么是生世 最主要是我们忘情执着 就是忘情 最主要是我们众生的忘知 才是因为本身是 是我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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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 这个所谓的 忘念妄想 知着 所以为了要出离众生的这个妄想 忘情 知着 所以我们佛才是圣这个所谓的涅槃 所以按照来讲 我们这个项一定要了解 生世涅槃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波勒经 因为我们大不涅槃 离不开 我们大不涅槃离不开波勒 法身还有解脱 这个三项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谁的生世跟涅槃 它是一种按照来讲 明假思社 而生世最主要的源头是在我们的烦恼 忘止烦恼 涅槃最主要的 为什么它是假思社明 因为在波勒的立场来讲 按照来讲 比较讲的是中道实相 波勒实相 从这个立场来讲这个谁的 来讲他这个涅槃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 这个生世涅槃本无二相 因为是讲到在波勒的立场是演讲世社 最主要的源头还是离不开心 因为这个迷叫做生世 悟叫做了 就是讲我们所说 因为我们众生妄想妄识是迷 迷失 所以叫生世 如果你能够离开这样子的迷失 就是了物这些的迷失这个叫涅槃 所以正按照来讲 生世涅槃离不开心 所以按照来讲是本无二相 所以生世涅槃离不开心 所以我们所说的 迷失叫生世 了物叫做涅槃 这是我们 在整个宗教史相来讲 就是因为本无二相 在波勒的中观来讲 比较讲的中道是相无二 所以生世涅槃不二 所以我们这个按照来讲 是从迷目来讲 这个迷叫生世 悟叫做涅槃 所以如果你能够悟叫做圣者 因为如果是迷失的话 在三界迷失的话 叫做凡人 世间人 所以这个讲 说大不涅槃离最早的 让我们能够改凡成圣 我们这改凡成圣还是属于终极的佛陀 我们所说的这个 因为整个成圣 最无上的圣者就是成佛 那我们按照来讲就是 我们要了解的是 所以谁还生世涅槃 在中道史上来讲 比较强 比较偏 我们所说的显胜说不二 那我们还有另外来讲就是 要离开这个同一边 所以实际上来讲是 不一不一 非一非一 这是在中道世界 所以我们按照来讲就是 我们所说的 不能把这个 这个生死涅槃当作完全同一 那我们也不能当作完全不同 就是讲如果你做这个完全不同 或完全同一 这个都是障碍圣道 所以整个按照来讲就是 我们所说的般若 这个谁的中道 就离开这个同一边 离开完全不同边 这是我们按照来讲是 走向这个中道史上的这样子的正道 如果你能够离开这些边界就是 真正的开正道 真正的开正道 就是按照来讲 按照来讲 你真正的开这个涅槃正道 就是要了解这个 如来之生非凡非圣 因为他本身来讲是 你能够离开这个边界就是道 没有所谓还有一条道路可以开的意思 离开边界就是正道 所以没有所谓的还有一个道可以开的意思 因为离开是边界就是正道 就是开的意思 没有 所以我们所说的 并不是还有一个离开涅槃道 还在开一条路 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就是我们讲的 解脱就是离别 离众生离开种种的妄想之所 就是解脱 如果你不离开妄想之所 就是不解脱 这个就是按照这个讲开道 那开道的一部分来讲就是 我们这个涅槃 本身来讲就是非无常 其实按照我讲涅槃 离言失色 到底有讲 因为你要讲说 涅槃是常 涅槃是常 涅槃非无常 非常非无常 这个用原语施色 全部都是方便数 涅槃 就是为了要说涅槃是什么 所以有些是从这个 这个非常来讲 因为涅槃非常 有时候讲到谁的 按照有时候 如果一定要讲到 从生文圣来讲就是 涅槃不是我们众生所想的那种 那种常 常见那个常 他不是我们众生说 就是我们玉教学派所认识的那种 那种常我那个常 所以他讲非常 那涅槃非无常 就是涅槃不是那种 我们三界那种有为的那种常 那种无常 那涅槃按照而讲就是 他离言性非常非无常 那涅槃 有时候为什么讲涅槃是常 因为讲这个大波涅槃 他本身就是常住 那有时候为什么非无常 为什么说又是无常 那所以因为我涅槃在我们众生里面 没办法看到 没办法 就是讲我们众生 没办法发现他 所以非 所以说是无常 那是因为讲到 涅槃 为了要了解涅槃 所以佛 善巧方便开四句言说 让我们能够了解涅槃 如果我们不了解涅槃 我们 有时候为了要了解涅槃 我们都是 所以这边所说的 离开 绝百飞 绝世句离百飞 就是为了要 让我们更能够了解涅槃 有时候是 讲一切缘以施舍 全部都达不到涅槃 所以离言性 所以这个用文字言 这个用试句来讲 就是说涅槃非常非无常 涅槃是常是无常 都是为了要开释 涅槃让我们众生了解 涅槃是什么 所以用这些文句来说法 我们的文句离不开这四句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这个四句 那都是用 因为我们所有的言说离不开 这个四种方式 四种说法的方式 说法内容的方式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这个 涅槃最角的按照 我们大波涅槃最角的是破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众生的肠病 因为我们肠病重固 我们众生把这个三界认为是常 因为我们 世间人比较执着东西很有 常存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在众生的这个 我们众生不外都是求好 这是常 所以佛说一切都是无常 这是在阿罕坚里面讲的是 因为众生执着 世间常住 所以设无常之要 所以我们为了要 去众生的这个 去众生的这个 对三三界的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带有这个谁的 求这个常住 恒存永恒 所以才会讲无常 所以到最后 修这个无常之后 我们所说的这个 涅槃色舞 所以讲那个 讲涅槃是空 因为涅槃色舞 是讲涅槃空 然后身心接近 就是讲到最后就是到 这个身心接近到最后就是讲 那个阿罗汉到最后就是 去向无意涅槃的时候 这个身心接近 所以为什么讲妙计 但是我们 这个悟情 就是我们这些众生 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认为 不了解 悟情不了便未佛神 所以因为我们这些众生不了解 所以到最后认为 这个佛神 无涅槃 而且是断灭 因为在我们的二圣 他认为 这个在我们 在佛性论也讲 因为二圣一直 他的这个 佛给他们说法的这个道理 地理就是 无常苦空无我 所以这个时候他认为佛也是这样子 所以既然佛这样子的话 到最后就是佛也认为 他认为佛也入涅槃 按涅槃最讲的是 到底就是到 到我们所说的 入于涅槃就是 我们的灰身灭制的预示 所以认为到最后就是讲 为什么无涅槃断灭 到最后就是讲那个 因为阿罗汉认为 无于涅槃是最终极最顶盛 所以每个就是入于涅槃 这是讲 按照来讲 既大圣的说法就是 灰身灭制 灰身灭制这个时候就是 所以他会有这种感 会有这种 有这种观念 所以这个是讲到 今其妇不久 亡妇得病 虚伏乳妖 这个是在我们 大波涅槃里面讲 有一段故事 就是一个妇人 有一个小 就怀了一个小孩子出生了 出生之后 他这个小朋友好像 因为吃母乳会 小朋友好像吃不下去 好像会肚子胀的意思 所以那医生就叫他的母亲说 小孩子这段不能吃母乳 所以因为不能吃母乳 所以他就 他叫这个母亲 在奶头上涂一些这些 比较辣还是怎么样 让小朋友吃了就苦 所以这个时候 小朋友就不敢吃母乳 然后等到他的小朋友 没有这个病之后 就要改回吃母乳 这个时候小朋友都不要吃 这个时候他的母亲 医生就叫他母亲 又用一个方便 把他这个乳头涂奶 涂甜的东西 所以小朋友又吃又吃了 所以这个意思 就像我们的佛陀 本来在阿含经里面 就是不吃是常住 因为在阿含经 讲常住都是被斥责 世界没有常住 就是在大波涅槃去讲 佛的涅槃是常乐我尽 所以变成说又回来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这个讲到 虚服乳药 因为小朋友 因为他身体不 吃母乳身体不舒服 所以一定要先停 那到最后 没有这样的这个 就是小朋友好的时候 然后一定要 又要改回吃母乳 所以我们大波涅槃也是 要改回来 一定要讲涅槃常住 好的意思 那病除之后就改回来 这个大波涅槃的改回来之后 就是讲到 你如果学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经的话 只知道大波涅槃的 真正的这个实意的话 你就能够去掉 去掉众生的 这个对世间的 常住的那种执着 也能够去掉 二生对无常的执着 所以这个是能够去 凡夫的肠病 也可以去掉 二生的无常的执着 那这个讲到 涅槃到底是什么 所以涅槃最重要的 因为在波涅槃比较讲的 涅槃是空 空意 所以为什么讲 涅槃是无所有 因为按照来讲是法身 几乎都讲如虚空一样 他比较不讲有 你不能讲他不讲有 因为讲真如本来讲是讲有 真如 真如 因为按照来讲比较讲 以空来来说法意 所以按照来讲是比较 讲无所有 所以这无所有又不能讲 因为如果说你讲完全讲无所有 又成造断灭 所以他讲无所不有 所以这个无所有是讲他空 但这个空不是断灭 所以才会加上无所有 所以无所有就是说他无所不现的意思 所以他虽然无所不现 又是长必尽空的意思 而无所有是讲必尽空 这个有无俱耳 就是从涅槃的有跟无来这样说 那长无常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世句 按照我们讲涅槃是长 你能够了解这个意思 你就世句绝通 或是我们讲的这个谁的 比如说有无的部分来讲 是生死是有还是生死是无 如果是讲这个有无也是世句来讲 那长无常都是可以用世句来讲 依跟义也是可以世句来讲 我们说所谓的来去也是世句来讲 都可以讲 就是我们要知道 每一句你每一句 如果一句你能够通的话 世句都通 而众生如果一句不通的话 世句全部不通 所以这个讲到 为什么讲到 你能够了解的话 都能够具足 所以讲 这个是讲到谁的 你一句通的话 世句就通了意思 你了解一句的话 其他三句就有 其他三句就有 那我们 这个 在我们上节课 最早的讲 我们这个大诗是讲 那个三句上法诗 在我们这个 到底涅槃句在讲什么 因为他就是提到这个 凡圣 还有提到 常柱跟五常 还有提到这个 这个陰险 这个还有提到这个 最早的大波涅槃君有讲到这个 所以我会觉得 涅槃君是属于 就讲到那个 半满 所谓半满就是讲到 安含君是属于 只说半一半 没有 没有说完全的意思 这个 这个 涅槃君是全部都说到了 是比较 按照就是 满就是详细说的意思 半就是讲 只有讲一半 没有讲完全 就是半满的意思 那我们在这个 那个 凡圣 我们先讲这个凡圣 那凡圣最主要的 这句一定那个 我们的极上法诗 先讲 涅槃本质来讲 涅槃不说凡不说圣 不开凡圣 不开凡圣 因为涅槃来讲 按照来讲 他本身就是 离言性 按照来讲就是 按照我们讲这个 涅槃 本身就是离言性 他本身 就讲到那个 为什么他不开凡圣 因为我们 众生皆有涅槃 这个涅槃 其实我们讲到 不是说 凡夫没有涅槃 只有圣者禅 才有涅槃 是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 实际上这个涅槃 就是我们 讲这个涅槃 他就会牵涉到 真如佛性 法性 实际 还有这个谁的 那个空 还有牵涉如来杖 牵涉到这个不可思议性 这个非常非常多 因为他是一种 某一法的 他是无違法的一种 这个假言施舍 所以他只是一种 代表名词而已 所以按照 讲到谁的 实际上涅槃来讲 以我们真正的 他本质来讲 他不说凡不说圣 非空非勇 因为来讲 这个讲到谁的 他本质就是这样子 不是凡 不是只有圣者才有 凡夫没有 是因为我们凡夫 有偏执 有妄想妄知 所以没办法了解这个涅槃 这个涅槃被遮盖了 所以不了解而已 所以按照这个涅槃来讲 他本质来讲 是没有凡圣 不说凡不说圣 但是因为 为了要 让大家能够 因为按照我们的 大伯涅槃 法华经 法言经 都是 他们的重点就是 众生本来就是 本来本有佛性 这个是他的 最重要的一个种子 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 但是因为被遮盖了 所以没办法 众生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为了要佛 佛陀 他发的这个誓愿 让众生一定要 因为众生就有 接受佛 以佛的立场来讲 每个众生都是佛 但是因为众生不了解 所以是讲到谁的 如果你能够开出这个 佛陀说这个大不涅槃 这个法义的话 能见大义 能见大义就是 他能够走向我们大圣 他的大圣就是成佛之道 每个众生都可以 这个 见到自己的佛性 开展自己的佛陀 佛陀 佛陀 净土 所以讲为什么 但祝大涅槃能见大义 能见大义的部分来讲就是 走上大圣 大圣之路 破十为凡 破十为凡的部分来讲就是 就是为了要开展大破涅槃 所以佛有时候会成为 就是佛会下化我们的从 到下圣到多塞陀天 然后入我们母胎 然后这个在印度诞生就是讲凡 或是化圣 或是化圣就是讲到谁的佛在 因为佛陀 佛陀在这个什么 坑和边 或是佛陀已经成圣者之后 他去走向成世 然后化导 这个无比穷 所以化圣 故佛出世间 就是佛出世间就是佛下圣到人间 同凡夫式 那后面完全就介绍他怎么 这个什么的 我们佛陀发向成道 是讲下圣 这个修行的这个部分 所以同凡夫式 就是佛陀 这个是佛陀 这个是佛陀 佛陀为了我们 那个 杜化我们世间 所以他入世的意思 所以他所做的有点 比如说同凡夫式后面都会完事解释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佛陀传 这边就是讲到 虽同凡而易决 所以大家不要看佛陀好像诞生到人间 好像是凡夫 所以大家不要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佛陀 佛陀的故事好像 像诞生 又有一些好像有点 跟世间人的诞生不大一样 易决 就是说佛陀下圣到人间 不要把它看成就是凡夫的意思 凡出生则行诸方七步 就是佛陀下圣到人间的时候 他就走了七步 就是讲了一句话 这个是大家应该可以听到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这个唯我独尊 这个我不是那个我 不是我们众生的那个我 这个我的按照来讲是属于佛性的部分 这个 这个我不要把它当成那种世界那种我 那个那后面就讲到那个 我分 我生胎分尽是最后陌生 佛陀是因为他讲这个人间成佛 最后生人间成佛 所以既自解脱 复度众生 所以他已经自己解脱了 这个按照 这个我们就讲到那个 从大圣的立场 佛陀老早就是 他已经证得佛陀的位置 他说他是来 就是释迦梅佛是属于化身佛 如果按照这个 我们僧文圣的这个 这个立场来讲是佛陀是 修学修了好久了之后 那一生是最后生成佛 这个意思 所以大小圣的说法不同 所以是讲到 按照我们所说的这个佛陀在印度修学 他本身也是讲也是表现了 也是已经讲他已经自正 他已经正有正道 然后才入城市 然后度化那个先度吴比丘 此言与藏尽 此言就是讲完了之后 就表示他的这个 这应该是要讲 这样子说完了之后 他的这个 那个他的烦恼障 但我们如果遇到我们的这个 大圣讲他的手持上 全部都解决了 本身就是圣者 但此说言 就是说完了之后 他就又成为 好像就还是 他讲了这些话之后 本身就是讲到 他本身就是 现出这个婴儿 就开始就是 就是走他小 我们所说的出生之后 小朋友开始经过这个 这个谁的 求学 我们所说的这个青少年阶段 青少年阶段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佛典 这个太子 他是太子 所以他要训练成那种太子的身份 都有 就是聚同凡事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阶段叫做 用凡夫来覆盖圣者的这个身份 就他因为他要视线凡夫 如果他不视线凡夫的话 开始我们有些人就讲 因为他如果不这样视线的话 有些人就大声那么难修 其有这个谁的人间成佛 所以他为什么要来视线人间成佛 没有他视线的 我们人身成佛的话 没有人会相信人可以修学成佛 所以为什么要以凡夫圣 就变成说他凡夫的 凡夫的形象覆盖 他已经成圣的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境界 那那个 今日教起明 今日教起就是我们这个大波涅槃经 明久以圣人 就表示说 我们一大圣的立场就是讲到 我们佛陀本身就是佛 早早就成佛了 他是这个到印度的人间成佛 是属于化身佛 所以久以圣人 是方便视线 是方便变现为此事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化现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 如果佛陀不这样表现 没这样视线的话 真的没有人会相信人可以成佛 因为我们人的障碍太深了 要这样子 成佛真的是 真的是难度蛮高的 所以为什么讲的 按照一大圣的立场就是以圣开凡 所以他已经成佛了 但是因为为了要 度化我们这些众生 所以他为什么要视线凡夫的形象 因为视线凡夫的形象 我们才会相信 人真的可以成佛 凡夫可以成佛 这样对我们是觉得有信心 因为有 有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示范者 没有示范者 我就 我们就很难 我们在《念反经》里面会讲到 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遗产题 什么叫遗产题 就是因为 几乎是讲那个 什么叫遗产题 就是世间最坏的人叫遗产题 真的无恶不做的 那个叫遗产题 真的那个是 心性非常的暴恶者 是真的叫遗产题 心性很凶恶的意思 是 那个所以的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一传题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应该是讲 他心性非常非常的 我们所说的 很 就是 其恶者的意思 真的看 因为如果有一些影片 你会觉得看到那个演那个坏蛋 真的 真的是那种 那种实在不敢 我们 我们学佛 学到最后都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的 那个心性那么坏 坏到实在是 真的是很难去 真的是很难去 真的很难去 去那个 我们所说的 因为 因为一产厅 你要去 你要去 那个 因为这个讲那个 世间极恶者 叫一产厅 因为他杀父杀母 这个 这个 我做的 这个一产厅 我们这个 讲到 大波涅槃经 里面讲 连他们都有佛性 的意思 对 连他们 几二者都有佛性 就 我们就 我们这个 大波涅槃经 又这么说 其他 法华经 并没有讲到 这个 一产提 就有佛性 所以 这个 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 大波涅槃经 有北本跟南本 争议的地方 一产提 到底有没有佛性 起初来的那个版本 是没有佛性 我们这个是 最后版本 是讲有佛性 这个是 这个是 非常 我们所说的这个 遗传提 具有佛性 因为非常非常凶恶 饥者 我们没办法 原谅他 一般众生 真的很难原谅他 因为他 他那个杀 那个 那个杀人 那个 心性非常非常的 那个 饥饿者 这是讲 我们后面都会讲 这个大波涅槃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大波涅槃 就是 非常非常的 了不起的地方 就一产提 具有佛性 当时这样讲的时候 真的是 因为是讲到 连这个 饥饿者都有佛性 让大家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 惊讶 那我们是讲到 那个 我们这个开腹的意思 是 这讲到那个 这个凡圣 那个 在我们大波涅槃心 怎么说凡圣 好 我们就讲到谁 我觉得 释迦牟尼佛 到底 是人间成佛 还是 是讲到他 久远来 是已经成佛了 在我们按照而讲 是 久远已经成佛了 但是他 他来 在印度来的人间 这边是一种 这边来讲就是 这种 从圣开 这个讲开凡 就是从 他本身就是 成圣位者 这个圣位者 还是终结的圣位者 他从他的视线 凡夫 让我们凡夫可以 为这个所谓的示范者 表示我们世间人未来 依我们佛陀这样修学的话 绝对可以 我们所谓解脱 可以成为 这样解脱 而且又可以成为 真的可以如他一样 成为佛陀 所以他才会讲 一切众生觉得是佛 这个讲到谁的 出家跟不出家来讲 出家比较好成佛而已 不出家也可以成佛 只是讲不出家 比较多烦恼 这个我们讲到谁的 这个 第一个 大家请看第三 第三页 开复之意 这个开复之意 就是讲 从这个 圣凡 这个 就是我们佛陀 本来已经成圣了 但是他下身到人间 谁会 谁的 开凡 这个 所以他是讲 到底是开凡 还是富 富胜 所以 巨通 惊喜 是开复之意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说明 过去跟现在 但过去 比较属于开凡 富胜 按照 阿涵的经文 比较属于开凡 富胜 因为他比较讲的是 佛陀就讲修学 苦行 经过这个苦行 这个真的是非常苦 断食的时间 哎呦 这个讲到 这次真的还蛮苦的苦行 所以 因为印度 是 非常多人修苦行 如果你佛陀不实现苦行的话 因为那时候 在印度的部分来讲 就是你一定要苦行 才能够解脱 所以佛陀也有这一段的修学 如果你不 佛陀没有示范这 人间苦行的话 他的 很多人就认为他 他已经 没有走这个 所谓解脱之道 所以我们讲这个 为什么他这边有讲苦行 所以是讲的 那个过去 他就是实现的修学的阶段 所以按照这个修学阶段 就像我们这是 是必 就是还是修学的必要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种修学的一个阶段 所以为什么讲开凡复圣 那我们就讲到 金开 开圣复凡 金是讲涅槃金这个时段 最假的他 他比较讲的是佛陀 已经是 已经是成佛者 他成佛下身道人间 所以他最假的 比较随 复凡的部分来讲就是 讲佛陀即使在印度化身佛 那种虽然是人的形象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 绝对不是凡复 不像凡复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讲 金开圣复凡 那 但者复明 为什么是用复来讲 不是 但惜复明 为什么过去比较随复圣 为什么现在不要讲开圣 因为我们阿罕的部分来讲 并没有讲佛陀一出生就是佛陀 并没有这么讲 所以为什么讲比较属于复圣 为什么现在不要讲开圣 因为在我们这个大波涅槃经 一开始就讲佛陀 已经 因为 他要入涅槃了 所以在大波涅槃经 比较讲的 他比较讲的佛陀入涅槃 但这个入涅槃不是真正的入涅槃 只是视线入涅槃而已 其实他根本没有入涅槃 视线入涅槃 所以为什么这样子说 初为缘 初为缘未堪 不得说是圣 就是在阿罕的这个阶段 你不能说他一生下来 就他已经成佛了 如果他生下来就已经成佛了 干嘛还要人间苦行 还要诞生人间苦行 这些根本不需要 身佛还要做这些修学的事情 所以就讲到 因为因缘 因缘就是众生 因为 是佛陀这样视线 是为众生而 而成为世间人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能说他 他已经是佛陀的身份 和境界 所以不得说是圣 因为我们众生 那时候的因缘未到 你不能说佛陀 佛陀下身到人间 他已经成佛了 所以就讲我们这个 这个当时的因缘未到 所以不能说是 这个是佛陀的境界 所以他只能说是凡夫 所以变成就是讲 用凡夫的形象来 来掩饰这个佛陀 这个是无上圣者的境界 尽使得说到我 就是在我们大波涅槃经 才能明讲 所以佛陀已经老早就 就是成为佛陀 他已经成 老早就已经证得佛陀的境界 所以他讲我本是圣者 所以是讲以圣开凡 所以以圣开凡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 他 这个 这个 这个以圣开凡的意思就是 用圣位者来说明 因为他正在佛陀的 大波涅槃境界来说明 如何从凡夫的境界走向 正道成就大波涅槃的常日我境 所以为什么讲以圣开凡 故前妇经倒开 前妇经的意思就是 前妇 前妇 就是前阿罕的部分来讲 比较属于妇圣 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就比较属于开胜 人文 人文 人文就是我们众生 一般人不了解的话 认为说 这个 经开 过去 富 就变成 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属于不同的意思 这两个意思属于不同的意思 这个 习文 富 会 别有一圣 习文的部分来讲 文习就是讲到 对我们大圣来讲 从我们大圣来讲 过去 阿罕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化身佛 我们大波涅槃是比较属于佛陀的境界 按照来讲比较属于报身佛的境界 那这样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按照我们大圣的立场是同 就是讲到他只是讲他的一种视线而已 如果 如果依我们的这个 我们 因为不了解的人 他就会认为说 过去 因为在我们阿罕的部分来讲 就是有一个叫做西达多 那时候他修学 他诞生在印度 然后这样修学之后 苦心 然后经过这样的修学 这个时候 然后他去烦恼葬 然后证到涅槃 成阿罗汉证到涅槃 所以他认为说 过去是这样子 有一个凡夫 叫做西达多 而且他是为太子 然后到最后出家 有这段事情 所以为什么讲 所以叫做别有一圣 就是有一个西达多太子 诞生在印度的某一个国 我们所说诞生在印度 这样子从他诞生 然后出家 然后修道 正圣 正圣 这样子修学解脱 违反所付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 违反所付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按照来讲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按照来讲就是讲到谁的 用这个 徐文父为别有一圣为凡首付 文经开则为却除于圣 却除于凡别有圣出 就是讲到印度就是有一个圣者 从凡夫的阶段来慢慢的修学 另外就认为说 我们这个讲到大波涅槃这个部分 文经就是讲大波涅槃经 就认为有一个除却凡 有一个去除于凡别有圣出 因为大波涅槃经一定要离开 凡夫的之所常见 然后离开这个二圣的无常见 无常之 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 然后才离开这个凡夫常之 离开二圣的这个无常之 所以正走向大圣之道 成为圣者 别有圣出 那金米布尔 金米布尔就是讲到 我们真正的对于 圣文阿寒的这个部分 然后针对我们大圣这个部分 真正这个两阶段的立场要怎么了解 所以本来是圣 就是你要了解 这个喜本来是圣就是我们讲的 阿寒这个部分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 按照大圣的理想就是讲化身佛 他本来就是圣 他是因为化身下化我们人间 来度化我们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 本来是圣 引圣道 不得说明 明之为父 他引圣道就是 他不讲他已经是报身佛 所以说为父圣 所以他只是显现这个所谓的凡夫的 这个形象来修学 所以区别有一圣可父 所以不是说有一个圣者可父 那个金子道 金子道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是讲过去 过去 就是讲我们大小圣 从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佛 佛有这个 道身佛 法身佛 跟化身佛 从这样子的三位一体来说 我们现在来讲 金米波最主要讲 我们是讲三位一体 佛陀有三圣 最主要的 他本来已经是属于报身佛 但印度这一块 最主要是讲化身佛 化身佛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 他谁的 这个讲到谁的 开反复胜 如果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 大波涅槃经最主要讲这个 开胜复反 大波涅槃最主要是 因为他最主要是讲 从三圣佛 佛三圣来讲 而不是说 生文社是那一块 跟大生是一块 两个不同 因为这个经文 这个开覆二解的部分来讲 所以是他把这个 阿罕缩成一块 在大波涅槃缩成一块 所以变成二解 不同的 就是讲 两个人的意思 在大胜的立场就是同一个人 就是他身份不同 比如说我们 我们就讲 比如说我是法院师 法院师 在我俗家的话 也不是讲 在我们俗家的话 有时候我们俗家的父母 就会叫我们俗家的名字 在我们寺院的话 就会叫我们 谁的 在寺院的话 一定叫我们的法 法号 所以同样一个人 可是在他时间地点不同 所以就是他的名称就有时候会不同 所以变成 所以你要了解 这个意思 所以讲 你要从这个佛 在大波涅槃心里 叫从佛的三生的 那个立场来讲 所以他就讲 不是别有一圣可陈 可富 所以今直到 习凡者是圣 名字为看 岂别有凡可处 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 这个 因为他已经圣了 他 在我们就是讲到 大波涅槃心本身来讲 他已经 无上佛菩提的结位 所以 这个时候 就讲 岂别有凡可处 圣 就是你 你从这样了解的话 你就没有 从我们 从大波涅槃的经的 立场来讲 他本身就已经是圣者 本身 就是圣者哪有凡可处 哪有这个圣 他本身的圣可开的意思 我们先休学十分钟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好 这个是我们讲到那个 开腹 到底我们 就是一个东西 到底是 详细说还是隐秘说 不公开说 在圣文圣 佛陀 是已经成佛者 就是不公开说 所以 按照 是隐秘说 那再大声就是公开说 所以到底要公开说 还是要隐秘说 因为就是我们众生 到底有没有因缘听闻的问题 因为我们 因为那时候的佛法 没有这么样子的兴盛 所以如果你在印度来讲 一个小朋友诞生 就说他已经成佛者 是没有人能够相信的 所以就是讲不公开说 这样不公开说 就是 把这个已经正德的圣者的 这个境界把它遮掉了 然后就视线他是凡夫众生 用这样凡夫众生 这样就要开始立 就要经过他这个 出家学到修学这些阶段 就讲复圣 那大波涅槃就不是 他完全就公开说 他本身就是成佛了 所以这样子成佛 所以他就是讲到谁的 所以他就不用这个 就是复凡就是讲 他就把这个凡夫的立场 因为不用凡夫的立场 他不需要视线凡夫的立场 所以讲为什么讲复凡 覆盖凡夫的形象 所以在大波涅槃 就是最小的讲他就是成圣 他是一种佛陀的境界 就讲复凡 就是不需要把他凡夫的立场 就遮掉他凡夫的立场的意识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大圣来讲就是讲三身佛 同样都是就是我们所抱身佛 所以他印度视线就是华身佛 所以他的在我们大 我们就讲在我们大波涅槃 视线他入涅槃 这也是视线 入涅槃 所以根本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讲 并没有反复可处 所以他不需要还要修学的阶段 他本身来讲就已经圣位者的 按照来讲是 只是为了我们众生 实际上他已经是圣者的 那为我们众生才叫开圣 就是讲到所谓的公开承认是 所谓的 他已经成佛者 所谓开圣 那这个讲到顾金云 顾金云 也是大波涅槃心里面讲的 显发如来方便密教顾 那个西影不说为密 显发如来方便密教顾 这个在第三页 显影不说为密 这个密就是讲那个不公开说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真实的佛陀已经称为无上圣 所以这一点来讲就把它印掉了 就不公开说 所以这个叫隐密 他就是讲那个显发如来 所以这个讲密最矫的讲是讲方便 所以为什么讲暗含是属于方便术 所以他显发就是 就是这个时候讲密最矫的 讲密最矫的是讲如来方便 是一种秘密的教法 教导 那今日显说 今日显说就是讲 今日是直接公开说 佛陀余君是圣位者 就是佛陀余君是无上圣者 所以讲开密 直接公开把这个秘密 把这个所说的这个不详细说 把它称为详细说 就是开密 把过去的没有详细说的把它公开说 开密 所以这个秘密的那个秘密不是说 不是我们这个谁的藏教的这个秘教 我们这个秘密最矫的没有公开说 把它隐秘起来的意思 那第三页 凡圣既然 凡圣既然就是讲佛陀 为什么有时候在印度 释现凡夫的形象 为什么在大波涅槃心 释现这个无上圣的境界 就是有这个我们所说的隐妇的问题 这个隐妇是讲那个就是开妇的意思 开是显的意思 隐是妇的意思 那 反正都有这种开妇 隐险的 那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情况 那常无常都是 也是有这些情况 为什么佛在这个 身闻圣说无常 就是这个就是讲无常复常 为什么在我们大波涅槃经里面 最小的讲这个 大波涅槃常肉我尽 最小的是讲常复无常 所以为什么讲那个常无常 也是可以讲到这个 我们所说的开妇是妇 不是隐险 所以这个是后面都是讲常无常 虚受无常 就是我们阿涅槃经讲 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 教理 最小的是隐藏为妇 把这个大波涅槃的常 常柱 把他先把他遮掉 就是把我们所说的不公开说的意思 把他我们所说的隐藏起来 不公开这个常柱的教义 今次显说一场 今次是在大波涅槃经这个阶段 所以假如就是讲大波涅槃是常肉我尽 所以他显明公开说这个常柱 常柱涅槃 所以讲真的是在开导 公开演说 那南希说无常 就是讲阿涅的部分 因为阿涅最小的讲无常苦空无我 因为世间 我们世间如果不 因为我们世间最小的讲这个 虽然我们可以了解 终生都可以了解这个 终生虽然处在这个 深深灭灭的感受 虽然他有感受深深灭灭 可是他还是追求世间的恒常永恒 你不觉得吗 我们众生一定会觉得 希望自己活得久 过得好 追求快乐 所以讲世间都是在追求这个 世间的常乐 这个是常乐我尽 所以阿涅才会讲到 世间没有常乐我尽 对于世间之所为常乐我尽 是一种颠倒 所以有四种颠倒 所以讲到我们讲 那个虚说无常 为什么我们阿涅要讲无常 最重要的是讲到 只说常为无常 只说常为无常是 讲众生执着的常就是无常 因为众生执着三界 常乐我尽 第一 因为世间追求世间的永恒 世间的快乐 世间的亲近 谁的自我 不是讲自在 所以明 只说常为无常 明无常复常 所以讲到谁的这个 这 这个常是讲世间的常 所以他 因为他最主要去众生所持所的这个 那个世间的永恒 所以才讲无常 所以这个是讲明无常复常 明无常复常是讲 明无常复常是讲 因为阿涅最假的讲无常古空无我的 教理 他并没有讲大波涅槃的 常乐我尽 所以什么讲无常复常 今日是讲大波涅槃的说像无常 说像无常是讲到阿涅的无常 最假的 今日只说像无常者 常明未开 所以今日最假的讲 就是大波涅槃是讲过去所说的无常 那个 常明未开 就是讲到谁的过去讲无常 今日讲常 才是真正的开 明未开 又且 徐日明父 徐日就是阿涅所说的这个无常 最假的他 最假的是父 就是覆盖了 就是阿涅的部分来讲 最假的讲无常 他把这个常柱给覆盖掉了 叫做无常复常 君父开 君父明开 君父明开就是 在大波涅槃君 最假的把常柱 大波涅槃君的常乐我君 再把公开演说出来 所以为什么讲开 为什么这样讲 何者 后面就讲解释 徐收无常 不为无常 是讲到我们 阿涅虽然无常 讲无常苦空无我的教理 但不是真正的 重点不是在讲 真正的重点不是在 真正的 就是讲 虽然阿涅里面 讲这无常苦空的 无我的教理 但真正的大目标 不是放在无常苦空无我 所以他为什么讲 不是 他重点不是放在无常苦空无我 所以徐收无常 微开 徐收无常微开就是 讲阿涅最主要讲 讲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道理 当然是讲开业 因为阿涅主说就是 开业这个无常苦空的无我的教理 今日常若无 今日常若无就是讲到我们 大波涅槃的常若我君 如果真正的没有的话 那我 习无常和同显今日常 所以是讲到我们的 如果我们大波涅槃经 如果这个常肉经 如果真的是没有 那我们过去 佛在阿涅讲的无常苦空无我 那 是讲到谁的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过去的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些教理 那为什么可以选 可以选就是可以 在 在 就是 讲我们 这个 这个就是要讲到我们《法华经》 《法华经》为什么到最后讲 佛陀在阿涅讲无常苦空无我 然后到《法华经》就是佛要在 在讲这个无上圣圣法 在把这个佛的知见 在把他开始侮辱给众生 所以是讲到谁的 为什么阿涅这个到最后讲 回小向大 用阿涅的修学的基础 可以转成这个 我们所说的话 大菩提的修学 就讲到 是讲到这个回小向大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些的 过去的这个无常苦空的无我的教理 到最后还是可以慢慢的 走向我们的大波涅槃的长乐我境 同贤今日的长 四则习无常为今常 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我们大圣的教理 佛过去所说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教理 到最后还是 是一种方便 到最后还是可以 他本身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 解脱圣的一个基础 解脱教法的一个基础 他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走向大圣 大圣这个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讲到成佛的目标 成为佛的大涅槃跟大菩提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 其无常为今常 这种说法 从大圣的立场也这样讲 圣文圣也有这个立场 但是比较不明显而已 画方便 画方便就是讲到 圣文圣所说的这个无常 最主要的是画倒的方便 画方便故习无常 是一种画倒的方便 所以过去在佛的 就是在圣文的部分 就在印度的这个阶段 佛在印度说无常的教法 是一种画倒的方便 经德式开 经德式开就是讲到我们 我们大波涅槃是谁的 把这个佛陀已经成是无常圣 在大波涅槃公开说明 就不会就不再 我们所说隐藏起来 直接就公开佛陀已经 佛陀的 他已经成为 他已经老早就成佛了 讲到经德式开 此时骗道明 会是好开 此时骗道明 有时候我看一下 第三 第三页 此时骗道明 这个讲到那个 这个按照我讲 你要从大波涅槃经 经典去看 因为佛陀开始就讲到谁的 他 因为他遇到唇陀 然后喝 他 他喝那个唇陀送来的 应该是午餐还早餐 忘了 然后吃了肚子不消化 然后开始引起他涅槃王 这个意思 就是讲到这些骗道明 会是好开 其实他还是从那个 佛陀入灭 因为还是事件入涅槃 这校文明 校文明这个 常无常 微弦非常非无常 常具足乃是开密 这个是讲到我这个真正的 真正的开密 开密就是讲那个 把没有公开说的 整个开导出来 一定是具足这个四句句 他一定四句全部都 都可以说 不是说 只说常 或是 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大波涅槃 按照来讲 都比较讲到他 常乐我近 他比较没有讲到他 无常苦空无我 其实都可以讲 对 这个意思 他四句都可以说 是怎么说 就是讲到我们的 我们的大波涅槃经 他本身来讲是 以他的这个 涅槃来讲 本身就是常住性 那个涅槃的 本有的本质就是常住 本身就是极灭 极灭肉 我就是讲自在 按下来讲他本身就是 常乐我 常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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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说他这个 想到 以我们的这个 大波涅槃经 按照 以他本质来讲 是非常非无常 你不能说他常 也不能说他无常 因为他本质来讲 非言 言以失色 那 呃 为什么他说无常 因为我们众生 没办法感受他 说无常 呃 呃 大波涅槃经 为什么又讲他 呃 呃 因为他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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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句都可說 講四句皆具足 這才是真正的開 公開真正的 講真正的完整說 所以講開密 因為密是講不完整 真正的完整就是四句全部可以說 不能只能說一句 與其四三句不能說 三句不能說就不能說開密 這講真正的開密就是講四句全部具足的意思 四句全部說 都可以說叫做真正的公開 就是公開詳細完整說 如此的凡聖 常無常 就是我們前面講佛陀的凡聖 佛陀在 在教法上有時候說常 有時候說無常 這兩個部分 還有另外講 對佛陀在說法 有時候全部完整說 有時候是不完整說 父就是講不完整說 就是把一些我們所說的 就是為了我們這些眾生 比如說 小學生只適合小學生的教法 簡單的教法 他就不能拿出我們 比如說大學生的這些 我們所說的非常深刻的道理 在我們小學生就不能說 所以我們所說的開副的意思 必是大涅槃方便 所以這大涅槃方便就是講 他這個全部都可以說 說凡 說勝 說常 說無常 說開說父 都是所謂大涅槃的方便 這所謂方便就是講到 因為我們眾生是凡夫 我們眾生是凡夫 所以佛陀在 佛陀他雖然已經正到大波涅槃 可是我們凡夫的階段 怎麼講大波涅槃 所以他才 他只能講說 他只能視線凡夫 從凡夫來修學 一直修學成為佛陀 這為什麼講凡聖 從 因為大波涅槃君這個 常駐教法 沒辦法馬上說 所以他開始 在印度就向我們 我們這些修學者佛弟子講 無常 先講無常苦空無我 離開三界的輪 這個誰的輪回 你能夠解脫之後 開始才講這個 我們所說的 佛具有這個大波涅槃 大涅槃 才開始來講這個 成佛的這個 這個誰的教理 所以為什麼講 這個聖者 常無常還有開戶 都是為了要講解大涅槃 終極目標 所施設的一些 辦法 方便就是辦法的意思 不是我們所說的一個 方便就是我們所說的 辦法 不是我們所說的一個計策 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世間來講 是一種處理辦法 如用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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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月 第三月 寫的道次第二行 如用若真 如用若真 明凡富盛 盛開凡 常無常開戶 為主為情 亦非妙用 只為 必敬 必敬武 就是講 這個如用若真 的部分來講 你能夠了解 這些為什麼佛陀 有時候說凡 有時候說聖 有時候常 有時候說無常 有時候為什麼講 這個 開是講 有時候為什麼講 大聖的教育 富是講 有時候為什麼講阿涵的教育 這個是 就是 如用若真 就是 你能夠這樣子用 了解之後 不管是講 明凡富盛 身穩的階段 或是盛開 在 盛開富凡吧 在 不是講盛開凡 應該是盛開富凡才對 不是想盛開凡 應該是盛開富凡才對 奇怪的意思 因為這都是佛陀的一種大智慧 佛陀為了渡化我們這些 才會用這些的方便 辦法 教化的辦法 所以為什麼講 為主為情 一揮妙用 一揮妙用 一揮妙用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 這次妙用 按照來講是 這次妙用還是佛陀的大智慧 佛陀的這個 這個 佛陀的這個 真如的這個妙用 只為 畢竟 無 如此凡聖 畢竟無 這個應該照來講是 講畢竟空 我們看一下這個 如此無凡聖 但常無常 而能在中 為凡為慎 所以按照我講比較 只是講畢竟 武是講 畢竟 按照 大波涅槃經 是 按照大波 大波勒經的教義 最主要是講這個 按照講畢竟空 大涅槃最主要講空義的這個部分 就是講畢竟空 畢竟空 畢竟空最主要講 就是 講 我們這個 大涅槃最主要講離言性 離開這些凡聖 常無常 因為他本質來講就是離言性 你能夠真正的瞭解 你能夠真正的瞭解 全部的這個施設 全部都是方便 這些文字語言所的教法 全部都是方便 所以為什麼講這些開副 都不是真正的取 真正的就是離言性 所以 所以只會 畢竟 這講比較講畢竟空 因為大波涅槃經 是按照比較講 他是 講那種 我們所說的這個 在大波勒經 最主要講空義的那個畢竟空 所以為什麼講到這個 這種是講他的離言性 所以為什麼講他無凡聖 這個講那個 這個常無常 而且 又能夠在這個畢竟空裡面 有時候視線凡夫 有時候視線聖者 所以能無常開副等式 所以為什麼講這個 講他是種 不可思議的方便妙用 這是最早的到最後 你要了解 大波涅槃經 它是一種離言性 它本身來講是一種 那種佛陀的這個 這個非常不可思議的這個妙用 因為他從這個畢竟空 我們說 我們講那個波勒的那個 那個如果這個 我們波勒有一個意思 講那個只有在空才能夠建立一切法 所以為什麼講到最後 所以畢竟我比較講 畢竟空 你講畢竟空 也就是這個時候 因為大波涅槃本身就是講 畢竟空 空性 所以他畢竟空最早就講 如虛空一樣 無遮障 這樣了解 所以他本身來講 這個就是要到最後 你能了解這個意思 這個 雖無所有而無所不有 雖無所不有而無所有 就是佛大波涅槃 最假的 他可以實現一切 但是一切就是空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就是講這個 所以他 所以無所不限是講他那個 像大波涅槃心 他可以 化現 因因緣而化現 這個化現又畢竟空而無所有 所以是這個意思 是講他 你能夠認識真正的大波涅槃 其實是一種 不可思議的方便妙用 就是我們 我們想的佛陀的大 大涅槃 是我們講那個不可思議 這個不可思議是講他真實的妙用 那我們這個 第五頁 不是 講第四頁 這個我們還是在講開副 藍詞可以有三道開副 所以整個來講就是又 結帳法師 再把整理一下 第一個有 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 一帆覆盛 這個按照來講是阿涵的階段 因為阿涵最小的 他佛陀出生 佛陀出生 我們就雖然講那個所謂的 他 按照來講他出生在印度 然後所謂的 從母胎 他就是講從幼血出生 這個按照來講都有點像神話一樣 我們 就是講到那個 這個我們還是講 他還是實現 這個人的形象 來出生 所以為什麼講一帆覆盛 因為這個時候並沒有人 因為講佛陀傳 這個講那個 解脫 仙人 按照來講還是我們還 總說還是 還是實現的這個 凡覆盛 這還是誕生在人間 所以為什麼講一帆覆盛 所以這個時候 比較 就是講不公開說 他已經成佛了 所以講一帆覆盛 以身開帆 以身開帆的部分 那個就是講 我們如果是講 以反覆盛是阿寒 以身開帆是講 我們大聖的階段 那第二個 凡聖用實 凡聖是實 附聖盤凡聖方便 那個軍民凡聖有 並是聖盤妙用 名字為開 來 這個有 階段聖角是有關於開腹 應該是有這個三層的意思 有這個三種意思 第一個就是一般我們的 比較 比較 比較好瞭解的這個講 一帆覆盛 就是講我們阿寒的階段 跟 不是 身穩盛的階段 或是我們大聖的階段 因為大聖比較講的是成佛 其實過去已經成佛了 所以我們大聖的階段 就是阿寒是化身佛 那第二種類 關於這個開腹 公開不公開的問題 就講那個凡聖事實 附涅盤凡聖方便 今明凡聖有無 並是涅盤妙用 名字為開 這凡聖事實就是講那個 按照來講 凡夫 世間的凡夫 跟聖位都是屬於 按照來講就是講那個 這個實是講 就是我們 我們講 始有世間 世間的凡夫 始有世間的成聖者 就是我們講 始有世間 修學 解脫 離開凡夫成為聖者 所以講到凡聖事實 負涅盤凡聖 方便 那個 這個講 負涅盤凡聖方便 那個 這個負就講腹蓋 那個 我們覆蓋 涅盤凡聖方便 我們從這邊開始來講 好了 精明凡聖 凡聖無 這個我們講那個凡聖無 這個部分來講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實際上來講 從涅盤這個角度來講 因為從 這個從涅盤的角度來講 因為涅盤本身來講是非凡非聖 因為從我們眾生本具有這個自信涅盤 因為我們眾生是迷失的叫做凡 因為了解叫做聖 所以我們是講到誰的這個 按照這個如果從這邊來推這邊 應該比較好了解 因為我們現在的認識 我們認為就是我們世間 如果你不聽聞佛法的話 就是你沒有這個 你沒有對這個涅盤有了解的話 就是我們講說 你不修學就是凡夫 你修學之後就成為聖者 就是變成說 你不修學就是講凡夫 你修學就是聖者 眾生都是認為是這樣子 那覆蓋本身就是 覆蓋這個講到誰的 你對這個涅盤 因為按照我們講 我們大聖的角度來講就是 涅盤本自有 因為就是講我們涅盤本自有 因為就是講我們涅盤本自有 但因為不了解所為凡夫 了解之後只講聖位者 所以我們按照來講就是 把這個真實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不公開說 所以為什麼講到誰的 涅盤本自有 非凡非聖 如果你了解這個涅盤本身來講 你就能夠了解 因為我們現在講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 涅盤本自清淨性 然後我們離開 我們本身的執著 妄想執著 就是聖 如果能夠了解這個所謂的涅盤 你就說真正的就是開 就開始講公開說 因為我們阿涵的部分來講 比較不公開說 涅盤的部分 我們阿涵的部分來講 最重要的是講 我們眾生就是因為煩惱執著 作為凡夫 我們離開煩惱執著就是聖者 實際上按照而講 在大聲的角度來講 就是因為我們眾生不了解 自信涅盤 不了解本質佛性 按照而講是覆蓋的這個 我們本身的自信涅盤這個部分 那第三種 凡聖父子非凡聖方便 君使得險 涅盤非聖非凡 凡聖聚主命之為開 那個 那個 凡聖父子 那個 這個我們從 那個 按照而講這個都是屬於 身穩慎的部分 因為身穩慎都是講那個 沒有修學就是凡夫 通過修學離開煩惱執著 就是聖者 他比較講的是這一層 他不講非凡非聖的這個教領 他不講這個涅盤非凡聖的這種教領 金使得險 其實我們在大不涅盤經 大聲的教領就是比較講的 涅盤非凡聖 那 那個 凡聖聖主名之為開 凡聖聖主名之為開 就是講到誰的 如果你了解這個 大不涅盤 這個 因為 因為凡聖聖主最小的講 我們 佛陀已經 成為無上佛陀 他可以釋憲凡夫的形象 教化眾生 也可以釋憲聖者的這個 這個 形象來 教化眾生 所以就是講到我們涅盤 大不涅盤本身來講 都可以釋憲 凡夫也可以釋憲聖者也可以釋憲 這樣才是真正的這個誰的 因為執政的開就是講 四句全部都可以開 凡聖聖聖兒 常無常義兒 常無常就是講 因為我們最小的講凡聖 常無常都可以用三種種類來說明 好 因為我們最小的這邊最小的是用凡聖做例子來講 常無常也可以 還是有這個三種層次 因為這也是三種層次 但凡聖中富有 後面最小的講 還是講凡聖 凡聖怎麼說 這個凡聖怎麼說有四種 第一個就是講我們眾生的 有一種是我們凡夫 我們凡夫就是 如果你不接觸佛教的話 不追求解釋的話 怎麼來怎麼去 就是我們現在是凡夫 到最後 這期生命結束 還是成為凡夫 一講凡死凡終 這是凡夫的階段 就是講我們眾生 到三界來露灘 到最後還是凡夫離開 就講凡死凡終 聖死聖終 聖死聖終 按照而講就是有 有有些人 有些人 因為聖之腳就成為聖 一開始就是 來到人間 他本身就聖著 然後他還是 聖位也離開 就聖死聖終 這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種 按照我們比較 按照而講 有時候是講 我們菩薩的視線 比較屬於這個 凡終聖死 凡終聖死 最主要是講我們的 這個我們 按照比較講的身文聖 按照有時候 有時候講那個 因為凡夫結束之後 他開始就是 按照是講他那個 三界離開了 他轉回聖子 聖子凡終 我們看一下 我們後面再看一下 他的例子 就是凡聖有這個四類 我們下一個 下一堂再來 開始來說明 後面是舉例來說明 我們今天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菩薩阿彌陀佛 謝謝菩薩阿彌陀佛 謝謝菩薩阿彌陀佛